后宫里的妃子一个个哭的是言不得语不得 因为啊这老公要是死了啊 算是守了寡了 这老公要是出家当了和尚 那岂不是守了活寡了吗这个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关于顺治皇帝的后妃啊 咱们在上一期已经讲完了 不过呢讲完了这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在上一期结束的时候就有好朋友问我 说这说书的你把这问题搞得太复杂了 我现在是越听越乱呢 这顺治皇帝的董厄妃 不是在皇帝驾崩以前就得天花轰式了吗 其实啊这正是我想给大家说明的 因为这个顺治皇帝一共有三位姓董厄的后妃 第一位呢就是咱们大家都熟悉的孝宪皇后 我们所熟悉的传说 伯木伯厄的正附近呢 董小婉呢都是出自这位董厄氏的身上 孝宪皇后还有一位四夫内的堂妹 也是位董厄氏 这位董厄氏就是上一集咱们提到的那位 为顺治皇帝自杀殉情的董厄氏 其实呢在民间流传的董厄妃一词啊 它并不正确 有的呢是我们理解上的错误 这孝宪皇后呢生前是皇贵妃 死后呢被追封为孝宪皇后 为顺治皇帝死后殉情的董厄氏呢 在生前也从来没有被禁封为妃位 死了以后呢被康熙皇帝追封为皇考真妃 所以用董厄妃来称呼这两位董厄氏啊 那都是不严谨的 哎 还有一位董厄氏又出现了 这位董厄氏啊 是顺治皇帝的宁雀妃 二二个玉亲王福泉的生母 这位董厄妃啊跟前两位娘娘啊 虽然不是姐妹 但是呢 她们也是同宗 都来自于董厄氏家族 如我严谨的说 这位宁雀妃啊 才是生前就有董厄妃这一称号的妃子 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赫赫有名 传说众多的董厄妃啊 就是那位孝宪皇后 我希望我这几句话呀 能打消您心中的疑惑 那么咱们今天的故事就开始了 今天咱们要说的呀 就是顺治出家 顺治十七年的春天 在紫禁城东六宫的城前宫当中 皇贵妃董厄氏哄氏了 这位董厄氏啊 就是那位后来的孝宪皇后 身上有着众多谜团的董厄妃 同时也是这顺治皇帝一生的挚爱 顺治皇帝和孝宪皇后相爱至深呢 在中国古代帝王的婚姻史上啊 是极为少见的 所以孝宪皇后的死 对顺治皇帝的打击是极大的 在这个时候 本来就痴迷于佛教的顺治皇帝 就更加以佛法为精神寄托 把自己躲在佛法的世界里啊 好逃避现实 在董厄妃死后 顺治皇帝召见 会晤高僧的次数明显增加 在众多高僧当中 有两位是顺治皇帝最为信服的高僧 这两位大和尚啊 实际上是一对师徒 师父的名字呀 叫玉林通秀 弟子的法号呢 叫卯西行僧 这二位都是大成佛教林济宗的高僧 据说这俩和尚啊 高了去了 佛法广大呀 这顺治皇帝呀 遵玉林通秀大师为上师 以弟子相称 不但如此啊 和这师兄 卯西行僧呢 更是形影不离 整天在一起啊 谈法讲经 简直的 这皇上啊 都快变成和尚了 就在景山的关德殿前 卯西行僧大师 主持了孝宪皇后 董厄式的火化仪式 孝宪皇后 宾天的法会还没有结束 这顺治皇帝 就找到了 卯西行僧大师 提出了自己要剃度出家 并且跟大师说 从此以后 我就不回乾清宫了 就在景山万善殿内修行 行僧大师一听 可是吓坏了 又有谁听说过 一国之君要剃度出家呢 自己怎么又能担当的起 这场剃度一事呢 就在大师犹豫不决的时候 顺治皇帝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 从身上啊 抽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刀 一下子就割断了自己的发辫 这下没办法了 行僧大师啊 只好就在景山的万善殿内啊 给顺治皇帝剃度了 还给皇帝取了法号 叫行痴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啊 轰动了整个朝野 大臣们纷纷上书 劝见皇帝 回到宫中主持朝政 后宫里的妃子 一个个哭的 是言巴的 语巴的 因为啊 这老公要是死了啊 算是守了寡了 这老公要是出家当了和尚 那岂不是守了火寡了吗 这个 正在谁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还得说呀 是这孝庄皇带后有主意 这孝庄皇后下旨啊 去 把他们俩师父找来 于是啊 就把这玉林通秀大师 请到了宫中 玉林通秀就跟皇上说 陛下还是还俗吧 谁想啊 这皇上啊 是吃了秤妥铁了心 要当和尚了 跟这老师父说呀 这世间已无顺治皇帝 只有行吃和尚 老和尚一听 嘿 那要是这样的话 那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他让这些小沙米啊 就把这行僧绑了起来 放到了柴火堆上 说他呀 擅自剃度皇帝出家 是有为佛门大计 按照这佛律啊 应该火焚 哎 就是烧死啊 这眼看啊 这烟一起啊 火苗子就上来了 这会儿啊 这行僧大师啊 再有道行 也只会念阿弥陀佛 满脑的流汗了 这皇上一看别的呀 你说用我这事 要把我师哥烧死 那岂不是 让我的罪孽就更深了吗 于是啊 就答应了老和尚 还俗 还当皇上去吧 这老和尚呢 也真对得起顺治皇帝 跟这皇帝说呀 您要是真有出家的心 那就不如啊 度一名僧人 到寺庙当中 替您修行 于是啊 就有了咱们前面那期 吴良府替顺治出家的故事 您想啊 这顺治要是真出家了 他干嘛 还找个替身去庙里啊 所以说呢 顺治皇帝这家呀 是出过 但是并没有成功 能当得了和尚 还有一点呀 我们来分析 顺治死后 有两个人 自愿为顺治皇帝殉葬 第一位 就是咱们上集说的 这个真妃董恶娘娘 第二位 就是顺治皇帝身边的一等侍卫 傅达里 皇帝到底是得天花而死 还是出家五台山呢 我想别人可能不清楚 但是这二位都在宫中 又是顺治皇帝身边的近人 他们一定知道内情 我想啊 这世为傅达里 即便是在狱中 真妃娘娘 即便是在爱顺治皇帝 也不会呀 因为顺治皇帝去出家当了和尚 他们就殉葬的 还有一点啊 我认为是最关键的 顺治皇帝 即便真的是把自己的皇位 传给儿子以后出家了 也只能是在景山的万瓷殿 什么西山 五台山 河南 山东 这些个庙宇啊 传说是顺治出家的地方啊 都不靠谱 顺治皇帝不傻 一旦自己出家到庙宇当中 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可能就会挟持住他 以要挟朝廷 皇帝怎么会这么无脑 给自个的接班人 留下这么大的隐患呢 即便是顺治脑子进水 后宫的孝庄皇后 和满朝的文武大臣 也会参透这一点 不会答应 顺治去那么远的庙里出家的 至于那些来自五台山 山东 河南庙里的传说呀 那就更不招编辑了 他们举出来的那些证据呀 都不值得人一搏 您就比方说吧 说这个康熙当了皇帝以后啊 曾经武下五台山 就是为了看爸爸 并且呀 这五台山的清凉寺里呀 还有宫里的御用之物 康熙皇帝去五台山 那是因为当年啊 西藏的大活佛 正在五台山做法会 为了融合边疆满猛藏的关系呀 康熙皇帝去参加活佛的法会 很正常 那后来秘书山庄建好了 外八庙都立起来了 为什么康熙就不去五台山了呀 那原因就是啊 活佛也不去了 所以啊 皇上也不去了 康熙22年 圣祖皇帝才去拜夜五台山 要是去看爸爸 那不早去了 干嘛 还要等到22年以后呢 再者了 这边瞎话的人也说了 康熙五下五台山 所以说呀 这五台山有御用之物啊 不算新鲜 这皇上走了 那吃饭碗啊 就扔那了 您那当个宝贝似的 人皇上家不拿这当回事啊 谁想啊 这事后 还有人拿这吃饭碗 说古边瞎话啊 我也觉得呀 这皇帝 为情所困出家为僧 是个有情有义的段子 怎奈呀 这些证据 他说服不了我 所以呀 我也只能相信 这顺治皇帝 就是死于天花 被葬到了 尊化皇陵的孝陵当中 没有证据的事啊 我们可以随便推测 但是 有证据的事啊 我们还是 按照证据走吧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只要您查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